北投的社區建築師吳文宗 那我有4點意見 第一個是說三下站它的邊高是15.6米 那估計它的極高是30米 那有10層樓高的量度 那我覺得是需要做一個草模型 評估它以新北投公園的 跟綠建築的圖書館的量度的關係 那第二組是交通影響評估 可以再仔細一步 比如說請專業的頂漢交通影響評估 公司做評估 第一個是說現有新北投站的周邊 遊覽車巴士自用車機車遊覽 目前的影響評估 那是否加入三下站會有太大的衝擊 第二個是表列動物園站貓欄的遊覽車 自用車巴士機車等等 跟這個做比較 第三個是說未來北投資 如果北覽如果完成後 遊覽車巴士這些的量作一個評估 那第三點是說有沒有提醒的方案 比如說我們起站 改到融洪府或者是下方的硫磺公園 那解決的交通物理 那再一個是說 拓關那個全員路12名的計畫道 那做接駁的巴士 或者是說把沒有辦法把捷運 延伸到這個 如果說要在融洪府或者是融洪府 當然這個是要做財務評估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BOT案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還要請這個BOT的公司 提一個整體的財務評估報告 謝謝 謝謝